两块平一起平一起义 大家好,我是若林 近年来受到两岸关系波动以及疫情影响 岛内旅游业压力激增 有些地区甚至出现岛游比游客还多的窘境 对于深陷危机中的岛内旅游从业人员而言 8月6日举办的平潭国际旅游岛五周年建设成果新闻通报会值得关注 自平潭国际旅游岛建设方案获批以来 平潭累计接待游客2433.06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246.01亿人民币 在平潭国际旅游岛建设和发展过程中 台湾同胞也深度参与进来 截至目前,共有143名台湾导游通过患证考核取得福建省台湾导游专用证 101名台湾导游通过采新认证获得职业资格 旅游文体领域就业创业台湾约有3000多人 什么是两岸融合发展? 平潭,这个大陆距离台湾岛最近的地方 用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果 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两岸文旅深度融合的范例 岛内有数量众多且专业的旅游从业群体 大陆有资金市场和良好的创业就业环境 双方的文旅融合既解决了岛内旅游从业人士的职业发展瓶颈 拓宽了从业视野 也给平潭带来了高质量的专业化服务 让平潭国际旅游岛能够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成熟的配套 未来,平潭将推进从传统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旅游转变 从单一景区景点旅游向综合性旅游目的地转变 平潭旅游业发展永不止步 两岸文旅深度融合也将不断涌现出新机遇和新成就